花蓮县原住民妇女会在中秋节前夕制作月饼 炒装人面包方提供了空间 也在台湾品牌永续协会花蓮客运经费义注下 制作250份月饼 奔送给部落里的弱势族群和长辈 让部落中的长辈可以感受到中秋节的气氛 中秋节即将到来 持续付出爱心关怀弱势族群 花蓮县原住民妇女会 依实际的行动落实社会的责任 推动社会公益打造温馨的氛围 也邀请更多的企业团体 社会三星人士加入公益的行列 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温暖 帮助更多弱势民众取得需要的资源 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的 中秋夜变送给我们部落的长者 毕竟这个是一个节庆 那我们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是有两个单位赞助我们经费的部分 不像以往我们会跟 施工所工部门来做申请 但是我们这次做月饼是 由其他的单位赞助我们 这次的经费 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经费 能帮助更多的长者 提早来过中秋 而且我们今年准备了将近 两千颗的月饼 然后我们预计 一盒是巴乳 然后希望让这样子的月饼 都送到老人的手上 整合了来自各界的爱心捐款物资 将爱心送入部落 来自于民间的力量 无穷的社会团体 以及企业的合作 才能够创造资源的最大效益 营造部落成为更加幸福的 友爱环境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摩摩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